谁来救救这个女人 健硕的男人将她压在身下 掐住她的脸掰向自己 然后一口浓潭 吐在她脸上 女人浑身颤抖着 强忍着泪水 默默忍下这份屈辱 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五次了 自苏军攻陷柏林后 这样的惨剧 每天都在发生 他们将浴火 发泄在这些平民妇女身上 强暴 已然是家常便饭 而柏林 也沦为了苏军的妓院 士兵会以食物作诱饵 调出躲在防空洞的女人们 当然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他们举着枪调侃 要么把土豆塞进下体 要么当场脱光衣服 女人没得选 只能默默挑出两个最小的 这时 一个士兵看中了妮娜 想用食物为交换 跟她的肉体进行交易 妮娜拒绝了 可刚一转身却傻了眼 德国男人们为求自保 居然亲手将自己的女人献给苏军 除了上攻 士兵们自己也会挑选猎物 一名贵妇被抓住 她吓得惊慌逃窜 知道妮娜会讹语 便向她发出求饶 女人也挺身而出为她说话 可谁承想 好心成了驴肝肺 被救下的贵妇 头也不回地逃离防空洞 将帮她脱离魔爪的妮娜 留给了这个禽兽 还把房门锁上 妮娜绝望地哭喊 但没用 有的只是男人的步步紧逼 没办法 她只能服从 但为了挽回自己的最后一丝尊严 她卑微地向男人恳求 去偏僻的角落 可以吗 事后 妮娜来到街上 这里的最高指挥官 指控她手下士兵那些丑陋的行为 并希望她出面制止 可指挥官的回答 如冰水般浇灭了女人的希望 长官的放纵 无疑是让其他士兵变得更加猖狂 他们不再压抑本性 肆无忌惮地闯入安置屋 不分老少 何时何地 四处 都是女人的哀嚎声 整座城 已经成了士兵的红楼 没人能幸免 因为他们无处可逃 在又一次结束侵犯后 妮娜抱着捅肝 然而她根本没有休息时间 对等候的男人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连续一天无休止的欺负后 妮娜踏出大楼 再次找到指挥官 祈求得到她的庇护 可男人依旧冷漠 妮娜彻底失去希望 她知道 要想活下来 就必须找到依靠 女人走在昏暗的小巷 却被陌生男人一把摁倒 一手掐住脖子 一手撕开裙子 女人绝望地哭喊 却只能换来更残忍的对待 暴行结束后 她像个破败的娃娃 狼狈不堪地躺在地上 自二战德国战败后 苏军攻陷了柏林 街上 四处是妇女的哀嚎声 以及苏军的庆祝声 女人们是战败的牺牲品 谁也没能躲过被强暴的命运 妮娜也是受害者之一 她不仅身体受到凌辱 现在竟然就连精神上 也惨遭侮辱 在一名士兵 朝她脸上吐完口水后 她暗暗发誓 自己绝不能再坐以待毙 与其一双玉璧万人枕 不如背靠大树好乘凉 她要物色高级军官寻求庇护 起码这样 不用被更多的人糟蹋 可妮娜不知道 自己找的这名中卫是个浪荡子 事前答应得好好的 事后就翻脸不认人 将她传递给下一个士兵 然而万万没想到 下个在门外等候的 居然是驻扎在这的最高指挥官 妮娜依旧主动退去衣裳 不料这次 男人只是静静注视 并没有做出任何出格举动 直接就离开了 夜晚的庆祝会上 一个士兵挥舞着强癌的珠宝 向同伴炫耀 指挥官静静听着 心里很不是滋味 想起自觉退去衣物的女人 看到因炮火变得不堪的城市 以及一个个无辜少女 被拉到乱葬岗丢弃 她突然觉得 现在的自己 和曾经那些耐萃 又有什么区别呢 于是她决定 对安置屋的妇女们 尽点绵薄之力 不仅给她们送去食物 还专门派人庇护这里 从这刻开始 女人们有了喘息的机会 而指挥官的这一举动 也让妮奈开始 对对方产生了依赖 这天 一名少校带队闯进大楼 对楼里的德国男人 拳脚相加 指挥官看不下去 狠狠揍了属下一顿 并用自己的权力 将这事压了下来 她为了一群德国人 不惜得罪自己人 显然 她是想保护妮娜 有了这一出 楼里越来越多的女人 开始跟着效仿寻找靠山 理由很简单 她们想活下去 妮娜有写日记的习惯 经受了这么多过后 她在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从前 战争和死亡只是男人的事 但现在 女人无法避免 一个醉酒的苏军 闯入大楼阁楼 发现躺在被窝的妙龄少女 迫不及待地冲上前 拉开被子撕扯衣物 就在她快得逞时 听到了身后 传来子弹上膛的声音 转头望去 是一名窝藏于此的德国逃兵 一声枪响 惊动了楼里所有人 可惜的是 她并未打中苏军 自己还被扔下高楼 私藏逃兵可是重罪 整栋楼的人都得被处死 指挥官迫于压力 只能将罪名推到少女身上 尽管她这么做 会引来手下的不满 但为了保护妮娜 她不得不这么做 她想 自己是真的爱上这个女人了 回去后 她向妮娜表达情感 希望对方能跟她回去 但妮娜拒绝了 因为她至今还留在这片土地 是为了等丈夫回来 男人了解 转身离去 妮娜却一把拉住她 吻了上去 以一次单纯的欢好 感谢指挥官为她所做的一切 在战争年代 他们注定无法相爱 但这个人的出现 给予了她这个受尽苦难的女人 一丝甜蜜 此刻她是庆幸的 只有这个男人 从不向她索取任何东西 恍惚间 妮娜好似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迫不及待想去见她时 已经晚了 指挥官将要被调走 理由是因为那晚的袒护 而她的丈夫 也被指挥官从俘虏营带了回来 静默片刻后 妮娜把自己的日记交给丈夫 希望她了解自己所受的一切 两人静坐了一整天 待到隔天日出 丈夫终于看完 但她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瞬间让女人破防 苦苦等待换来这么一句 妮娜心寒了 此刻她很想见到指挥官 骑着单车一路驶向苏军驻扎地 见到男人后 两人四目相对 一切静在不言中 一大一小两手 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紧紧像我 她只问 我们该如何生活下去 指挥官没给出回答 默默上车离开了柏林 传记电影《柏林的女人》 根据德国女记者同名日记改编 1959年在德国第一次出版 她所记载的事情是个巨大的丑闻 许多人觉得这是个巨大的耻辱 同时也是对德国女人的侮辱 作者对于她的作品 受到如此的污蔑和拒绝十分震惊 于是她终止这本书 在她有生之年出版 而且即使她死后 她的名字也不许再被提及 这本书也不许再被提及了 这本书也不许再被提及了